新闻的热点 财经的试点 这里是中国财经报道 今天是2019年1月15日 现在是下午4点 我是严芳 一起来看本时段的财经要闻 国务院国资委近日召开 中央企业地方国资委负责人会议 会上发布了去年全年 央企营收和利润的数据 中央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29.1万亿元 增长10.1 利润总额1.7万亿元 增长16.7% 均创一年来最好的指引 此外 中央企业降杠杆 仅负债成效明显 截至2018年底 中央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 降至65.7% 同比下降0.6个百分点 风险防控工作扎实推进 中央企业有效应对 处置法律纠纷案件 去年避免挽回经济损失 472亿元 我们加大了大额的亏损的上市公司 2019年生产经营主要目标任务 2019年生产经营主要目标任务 严防投融资期限错配 积极探索市场化债转股模式 拓展直接融资渠道 切实降低企业负债率和综合融资成本 严格PPP项目管控 严禁超越财务承受能力的投资行为 要严控金融业务 强化对期货 信托 基金等金融业务管控 探索建立金融业务和投资基金分类管理 及备案制度 我们2019年要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摆在正夹出处的位置 特别重视基金链的安全 保持现金流的出入 还要规范开展新农衍生业务 严守套期保持原则 严禁任务 财政部部长助理徐洪才今天表示 2019年积极的财政政策 将增强微观主体活力 推动高质量发展 重点是要做到加力和提效 徐洪才表示 加力指的是加大减税降费力度 和加大支出力度 坚持普惠性减税和结构性减税相结合 重点减轻制造业和小微企业负担 同时清理规范地方收费项目 加大财政支出力度 较大幅度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 支持重大债券项目建设和补短板 提效指的是提高财政资金配置效率 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3月份全国人大批准这个地方债的总体全年 2019年全年的总规模之后呢 财政部呢也在也就会将批准的这个整个的全年的专项债的规模呢 及时地下来个地方 有地方呢 这个在这个预算年度率均衡发展 并且争取呢要求在9月底之前能够完成 财政部负责人表示2019年在2018年减税降费的基础上 还要有更大规模的减税和更为明显的降费 首先月销售额10万元以下的 不用再交纳增值税 其次企业资产总额5000万元以下 从业人数300人以下 应缴纳所得额300万元以下的企业 均被认定为小型威力企业 同时还对小规模纳税人交纳的部分地方税种 可以实行减半征收 扩展初创科技型企业优惠政策适用范围 允许地方呢按照程序 在50%的幅度范围内 减证资源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 硬化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 以及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费加等等 创投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 如果说向初创科技型企业投资的话 它的投资额的70% 可以拿来避免它的应拿税数得额 公安部今天表示 今年春运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预计达到4.06亿人次 将再创新高 铁路公安机关也提前布局 全力维护良好的铁路治安环境 我们预计 今年春运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将达到4.06亿人次 同比增长3176万人次 增长8.2% 日均发送旅客 1016万人次 铁路春运旅客发送量 将再创历史新高 在铁路部门优化运行组织 加开旅客列车 满足旅客出行需求的同时 铁路公安机关从去年12月初 就组织精干力量开展专项打击 维护良好铁路治安环境 在前一阶段的行动中 集中整治治安安全隐患2000余起 破获倒票案件2378起 缴获假火车票48804张 破获各类刑事案件774起 抓获犯罪嫌疑人689名 打掉犯罪团伙12个 抓获网上逃犯5000余名 杜绝了火灾和公共安全事故 如何让大家的回家之路更安全 返乡之旅更温馨 是中国的铁路机关 每年开年都要面临的一项大考 那么针对导票还有罢错 这一类大家深恶痛绝的现象 今年铁路公安机关 也提前开启了 猎鹰2019战役等专项行动 去坚决打击零容忍 距离春节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一年一度 中国最密集的人口迁徙 春运也即将拉开大幕 和以往不同的是 今年的返向春运趋势尤为明显 上海 北京 广州等一线城市 成为了热门目的地 徐小姐在广州工作六年了 父母在老家江西南昌 今年她就打算把父母 接到广州来一起过年 既减轻春运负担 让年过得更从容 夫妻二人也不用为 到谁家过年而纠结 因为回乡的车票比较难买 基本上现在已经买不到了 那如果是把父母接过来呢 就很好买啊 就反差这样一下 回去的票也很好买 然后广州比较暖和啊 早家很冷现在 来自多家订票网站的信息显示 今年返向春运现象凸显 十大热门目的地分别是 上海 北京 广州 深圳 杭州 南京 天津 青岛 宁波 厦门 除夕前一周 前往这些城市的机票预定量 同比增长超40% 而返向春运的机票价格也非常诱人 最低的1.2折起 且票源非常充足 以除夕当天为例 记者在某订票网站查询 广州直飞赣州只剩公务舱 最低票价2910元 而赣州直飞广州 最低票价只需620元 价格相差四倍多 而返向春运的火车票 也是票源充足 据了解 我国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以来 境外新药在国内上市进程加速 目前已经公布了 48个临床急需境外新药名单 2019年将有更多的境外新药 在国内上市 在临床试验申请审评审批方面 原来至少需要两到三年的时间 2018年7月24日 国家药监局发布新证 在我国申报药物临床试验 自申请受理缴费后60日内 申请人未收到药审中心 否定或质疑意见的 可按照提交的方案 开展药物临床试验 在对跟申请人沟通交流的方面 我们也是加强跟创新药的研发企业 进行沟通 对于药物研发早期阶段 以及在药物临床试验过程当中 一些关键的节点 就一些重要的技术问题 与药审中心进行沟通 针对创新的治疗性肿瘤疫苗 细胞治疗 双特异性抗体等产品 企业可在产品研发初期 与中心进行沟通交流 以避免新药研究开发进展缓慢 降低开发风险 提高研发及后续审评的效率 因此国内药企创新药 研发进度驶入快撤道 截至2018年12月10日 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 总计接收并处理 申请人沟通交流申请 1500余个 其中抗肿瘤药物的600余个 同时国家药监局加快境外 已上市临床急需新药 在境内上市 去年底公布临床急需的 48个境外新药名单 其中抗肿瘤药12个 经申请人研究认为 不存在人种差异的 可提交境外取得的 全部研究资料等 直接申报上市 目前已经有810个新药品种 在国内上市 2019年还将有更多境外新药上市 当地时间14号 美国联邦政府部分机构 仍然处于关门的状态 约80万雇员无薪上班 或者是被迫无薪休假 其中包括大约有5.1万名的 运输安全管理局的员工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 至少4座主要机场 遭遇安检人员的病假潮 14号 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的 哈茨菲尔德捷克逊国际机场的旅客 为了通过安检大排长队 很多人甚至排了一两个小时 在机场的官网上显示 其航站楼的三个安检点 都排起了长队 等待时间长达数小时 13号和14号 全美的安检人员缺席率大幅上升 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公布 全国安检缺勤率为7.6% 而一年前的同期仅为3.2% 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表示 他们正在与亚特兰大机场 和航空公司合作 以最大限度地利用 所有可用的运营资源 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 13号还宣布 假日旅游记在港员工 将获500美元奖金 而14号当天 德克萨斯州的休斯敦 乔治布什洲际机场 其中一座航站楼 因美国政府停摆 而处于关闭状态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中国财经报道 继续来关注下面的消息 德国服务业联合工会 14日号召法兰克福 慕尼黑河汉堡等 8个机场的安检人员 继续罢工 22万名乘客的出行 将受到影响 新一轮的罢工 将于15日组行 涉及的机场有 法兰克福 慕尼黑 汉堡 汉诺威 布莱梅 莱比锡哈勒 德雷斯顿和爱尔福特机场 其中德国最大的 法兰克福机场安检人员 于15日20到20时罢工 该机场发布公告称 当日法兰克福机场 470个起降航班被取消了